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7月17号跟18号 那么呢 我们希望呢 我们全州的代表 到时呢 可以一起来参与 推动这个活动 另外一项的就是说 全定州的维护5G摄影比赛 而奖金呢 也高达1500块至2000年了 冠军了 所以呢 这点呢 我们已经本身呢 也已经跟我们的州行政议员阿督马汉顺提到 那么我们希望说 在州政府方面呢 也可以给我们一些资源 来推动这个活动 让我们的全国代表大汉呢 可以成本圆满的进行 现在的年轻朋友们 跟以往不一样 因为我们的这个 呃 特别是我们的知识方面 知识方面 我们接受了很多不同的来自 不单单是我国内 也在国外的一些讯息 当然 我们常常在一起的时候 不能够只是听到人家说这样 我们就说这样 听到人家说那样 我们就说那样 我们必须 当我们接受资讯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 有这个独立思考的思维 怎么样使到这个青年 能够在整个组织里面发挥出他的力量 同时能够借助这个组织来发挥出他最大的能量 我相信这是最重要 怎么样带出 怎么样推动 怎么样配合 使到这个国家在我们发展的这个路程中 走得更大 步骤更快 使到我们的国家发展的更好 更快 这我觉得是我们所要的任务 那要达到这个 我觉得说除了我们固然有的 年轻人固然有的这些特质 好像我刚才所说的 在精神体力方面也比较好之外 我相信知识是非常重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